另外来看看随着这医疗科技的进步 透过内视镜来进行的微创手术 因例伤口少 复原时间短 已经成为台湾外科手术的最新趋势了 台湾的两大骨科学会 日前就在彰化的微创手术中心 是举办了两岸的医学研讨会 除了在现场是进行了临床手术的演练之外 也展现了最新的骨科医材 假如骨折在这地方 我们这边开个小伤口 这边把它锁定以后 上下再给它锁定 那中间就不用切开来 细长的蓝色钢板帮助固定骨折的腿骨 钛合金的科技材质一组要价6到7万元 已经广泛被使用在新式骨科微创手术 除了新研发的医疗器材 这场骨科研讨会还邀请来自大陆的医师 进行学术交流 台湾的培训会比大陆说实话更标准一些 而且它的设施会更好一些 两岸骨科医师齐聚 不仅针对医学个案研讨 还进行临床手术演练 随着医疗科技日新月异 外科人才的培育也突破 以往失诚的体制融入创新思维 要有一个平台 结合我们刚才讲的新的器械 新的内植物 然后包括动物 包括大体 然后有好的训练环境 来让不论是哪一个阶层 哪一个年龄层的医生 共同来做有效率的学习 积极整合产学两端 幕后推手出了台湾两大股科学会 还有彰化知名意愿提供先进的 维创手术中心 而国内生技业者也没缺席 为的是提早布局 抢尽每年以两位数成长的 一财市场 那在未来 在布局于整个亚洲的部分 我们希望是有教学相长的方式 或者是台湾刚开始当成一个领头羊 那未来我们可以扩起到整个中国大陆 初估台湾医财市场一年产值约有百亿水准 大陆则是上看千亿台币 在两岸医学交流背后 庞大的医财市场商机 也成为台湾业者展现竞争力的新战场 记者爱惜无国豪 张华采访报道 谢谢